29的好像还有几头吧 有个29的几号 这个没太注意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比赛是 第二轮的比赛 交战的双方是来自一号赛牛 来自阿谷款的二号赛牛 是第二轮的第五组比赛 第二轮第五组马上就先拉脚 猜的还是比较准 两头牛真的拉脚 第二轮的对阵表现没有19号了 那说明就已经输掉了 19号不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展 你说可倒铲子飞龙 保持不还不适应一些牛尿 可在羊羊铲之种呢 倒铲子飞龙 我看你不是 青睛里面是翻了在那个三铲子上倒 还是倒的事 哎呀 这个东西 倒也没办法 还了重新站 重新站 重新办 一切还不跑卖不住好牛个人 好 这一组是先进场的 右手边这头是天鱼小抠27号 小抠还小碰了 他对阵的9号赛牛是来自白水鸿杏啊 这两头赛牛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啊 有可能会拉脚 在这条款中的三鲜子里面是大小的 将来的筒筒 是来自白水鸿杏啊 这个是多年了 多年了 多年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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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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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小抠今天第一轮第二轮他的功夫还没展现出来啊 这种确实会抠的 上一次的比赛 跟对手直接抠过十环的 今天可能还没有进入最好的经济状态 嗯 挺好的 这个我还忍不得 这个我一万机 这就好了 这个 那不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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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挺起泡的 很有刀脚石 脚石的很爬脚 吃的很爽脚石的嘴巴 嗯 吃的 嘴巴 嘴巴 吃的 嘴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